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 你们见过凌晨早上的太阳吗北京 看今天是个阴天 没有太阳 我们来唱个歌提神吧 我飘向北方 别问我家乡 这是最后一个收费站了吧 不 还有啥 三二一 大家好 我是刀刑是杨树商 我是沐上 一顿怎样的早餐 会让你觉得在中日的早晨起来 直了 是一个帅哥唤醒你喊你开车 两个小时走四十多公里 去北京郊区的昌明 是吗 是吗 怎么着 最少也得吃一碗牛肉汤 那是 这家弹子肉 据说是北京排行榜第一的弹子肉 第一名 对 因为我想了想 好像北京做弹子肉店不多 然后这个弹子肉呢 居然是用烧饼加着它吃 倍儿香 那早上吃的话 应该是会吃完之后精神满满 不一定吧 早起傻一天 不会的 吃完之后饱一天 走吧 这是什么点啊 是去前面点吗 还是在这点 去前面点啊 你去吗 十六点要铺 十六点要铺 谁赢了谁去 哈哈哈 盘子肉 肘子肉 那给我来两个烧饼加盘子肉 两个烧饼加肘子肉 两个烧饼加肘子肉 一碗豆泡 一碗胡辣 一碗牛肉羹 六十四 你这嗓子好清脆啊 对 我刚点了两个烧饼加盘子肉 两个烧饼加肘子肉 我说这家店点单很有意思 其实我不用到你跟前 我就知道你点了什么 为啥 因为前台那个小姐姐喊的声音 你知道吗 一着开门对面你就听点 两个盘子肉 一根豆腐 一根酸辣 我感觉它是喊给对面电听的 你们看我这上去都 你弄掉了两个盘子肉 咱们看看他们的经典的 烧饼加盘子肉 有几个灰色的大盘子 就跟钢一样 然后里边喂的就是这个盘子肉 然后外边加的是这种 老北京的芝麻烧饼 您听啊这个饼 因为这个饼我看到了 它们是一炉一炉现烤出来的 所以说表皮非常酥 里边是那种一层一层 千层式的那种芝麻烧饼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它无法 我看就不行了 它就是不掉出来 而且我刚才看它剁着 我有种感觉 就是它这个肉都 坨在 粘在一起 上下让它糊成了一个肉丸子 特别形状了 嗯 我来一口吧 小点小点 哇 这油都从这旁边都流下来了 所以有吃肉吃 这个特别像我 大学门口开了十几年那个肉夹馍 那个肉特别像 就是那个香料调料味道不多 就是一个卤味的 对 还比较纯粹单纯的 这里边的这个盘子肉啊 它已经非常软烂了 就是你想碎啥都碎不到那种感觉 你这样不 容易导致肉多 饼少 你这一嘴三分之二的肉 它这个吃起来就是感觉爽 然后很装嘴 它饼 跟那个就是这么大坨的这个肉 配起来 就是那样你感觉很爽 味道还是可以的 但确实有点咸 嗯 嗯 这个手上的肉汁啊 有点发黏 就证明它这个火候其实是足够的 它未炖的时间过久 这个好香啊 这里面是走的 我家里让大家看见 我这都已经脚碎了 我家里面玩的吃你的咋的 它是凉的 并不是热的 并不是热的 凉肉炸在热冰里面的 我觉得是非常香的 这个肉 它是庆祝的一晚上那种感觉 它是干的 你整个吃到嘴里之后 你要配一些汤匙 吃这样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瘦肉偏多 但吃到下面肥肉的部分 这个肥肉啊 吸进去的那个汤汁的味道 庆祝了吗 它比较咸一咸 大家一定都非常清楚它的味道了吧 清楚了 你把肉还我 你拿了总要还 你拿了总要还 没刚才大了 你吃吧 快吃吧 这个香 我刚刚长到一个人 嗯 干 我给你们学一下饼书 一六一九 来一五 来一六 哦 哦 嗯 大开 大盒 这个饼啊 真开啊 真肉 真盒啊 还没好 我打了两个根了 我不觉得我是饱了 因为我有我还想吃 我 没得了 怎么听 我打着 吃饱了 走了 我们现在吃完了 然后现在大概也就是10点半左右吧 对 10点半左右我们发现 还是有不少的时刻进这个店吃烧饼加肉 就说明附近的居民 对家店还是比较认可的 是的 但是一定要说的是 他家确实口偏咸 你需要就是配一碗清淡的汤 或者小米粥 对 你看这个音乐多惬意 回去之后你开车吧 我旁边给你唱歌 然后我给你歌唱 然后让你精神满满的咱们 像咱们来的时候一样 对 然后你开会去 好的 走 沐上大早上把我们烤起来 然后人家现在自己睡得可香了 吃饱了喝足了 让我开车 你再不理他一会打呼噜了 睡得真帅呀 还戴个小墨镜 真是的老帅了 回家了 886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 点击小铃铛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 叮叮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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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